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或者是说我们现在换一个角度来去看 因为我们是这个网站以新闻公告为主 那新闻公告哪些的新闻公告呢 能够例如说它的张贴情形是怎么样 我们有单位别可以做分析 甚至我们还可以从集合的角度来去思考一些事 举例来说有没有一些什么不是很正常的公告 我们想要找出来 公告期太长 或者是说结束日期早于公告日期 这都是很奇怪的事情 所以我们要找出来这些内容在哪里 首先呢 我们就先来去观看我们的Power BI 刚刚刚这边应该是做贴文的一个 这边应该是叫做预测未来 预测未来的一个趋势 那我会觉得就是说最后谈到这个季节性的观念 然后还有出现这些数值值得我们来去参考的 好 那接下来呢我们就先来进展如果想要去做到集合这件事情 那我们多多少少还是要写一点函式 其实我这边我先介绍一下我曾经有跟你们分享过 就是有一个直方图 直方图我在我新式的那个就是软体里面 就是Power BI新的最新版里面 这个很快速就直接算出来 可是我现在呢我们来去观看一下 首先我们来去思考一下 我们这里面不是有单位别吗 单位别我们先看单位别好了 有时候我们可能想要分析哪一个网站 哪一个这个网站呢 哪些单位来去使用来去张贴新闻最多 好多多多达多少的程度 那我们现在就来去分析 这是文字 文字照样可以去做次数的分析 那我们先来看怎么做到这件事呢 首先依单位别 好这个应该叫做贴文 公告新闻的一个贴文预测 那我们现在来去看哪些单位来使用我们这个网站 哪些单位 那既然是单位别的话 请问一下我们第一个应该放是department name 这边当我们放都是文字 而且很多项的时候 他会认为说这里面没有一个统计图适合 他就用这一个 这个应该是属于就是资料的呈现方式 资料 所以这边就是单位别 可是请问我们会不会想要知道说 什么单位张贴什么新闻 好所以这个时候呢 我们是不是可以把news title勾选 他会把news title因为都是文字 所以放在直这个地方 所以我想应该没有问题 可是请问你会不会想要知道就是说 假设我今天我没有这一个 我想要知道说 这个单位总共张贴了多少张这件事 多少发布了多少新闻 这个时候呢 我们这边是不是要把这个单位 单位 例如说放到什么地方 放到直还是筛选 才会出现 例如说这个台北市大众集运有限公司 多少次 首先如果说我今天放来这个地方 再放一次 然后把它改成 这边有一个技术 它是不是就变成一个次数的呈现 因为技术也算是值得一种 只是它只能算文字类 好像比较少人会去算 三出现几次 除非你要去做几率统计 那个丢塞子 例如说我丢1000次 丢1000次塞子 然后一出现几次 二出现几次 你是不是要写一个随机公式 先不谈那个 可是我们这边有很多同学 他在这个地方 在这个地方 我们刚刚是不是有讲就是说 我想要计算 它贴完几次 那是不是就变成 这个单位总共贴了多少次 所以在这个地方 这个意思就是指说 大众捷运公司 它的新闻公告五次 可以 那这个五次是怎么算出来 是直接把这个单位 直接把这个栏位搬过来 搬过来 但是我们不是用它的一个名称 不摘要就是我完全不去做那个计算 它本来长怎么样 就是怎么样 这个技术相义的话 如果我们选这一种 就变成它单一性的出现 那这个技术 就是它只算一次 就是说 大众捷运公司就不是五了 就变成一了 那这个呢 这个技术就是计算它出现几次 你看像我现在改成技术相义 它就变成全部都是一 就是它就算出现五次也算一次 这可以用在什么地方 它给你功能 但是你不会用 也等于就是没有给你功能 有时候我们再去算就是这个单位 就像那个使用者 这个使用者如果他去很多个网页观看 他还是只算一个使用者 可是在算工作阶段的时候 是不是就要算很多 他去了很多页嘛 可以了解吗 因为在有时候我们在算那个单位数 单位数 我们会把它视为是一 不管它出现几次 反正就是以一个单位来去观看 好 我现在要用技术来去观看 所以在这个地方 我们如果画图也是可以画 只是我现在希望说 你先画完这一张资料表 就是查看各个单位出现几次 好那接下来 接下来我稍微把字变大一点点 方便我们来去观看一下 资料行 资料行标题内容编辑 因为这里面东西太多了 实在是有时候不好选 一般吧 这里面内容应该是一般 然后把字稍微变大一点点 好 例如说变到12好了 就方便我们能够看到就好了 好 就是这边是不是看到很多单位 好 那我现在 我希望你们 因为 如果用资料报表 我觉得好像很多长官很喜欢看资料报表 就是我们会用一个什么方式来去呈现 就是这个不是以文字 而是以次数以技术别来去看 就是我想要知道哪一个单位 在我们这个网站贴文最多 这不是在点点点里面 这是直接透过我要这一栏来去做排序 我就点它 那如果你要按照名字单位别来排 那你就点这一个 他就按照这边来去做排序了 好 可是我觉得在这边用技术来去排会比较适合 那之前我有教你们就是说 另外一种排序是不是在点点点里面排 那是因为都是数字 你可以在这边做排序 可是现在都是文字 这个也是文字来的哦 这个是来自于什么 来自department name 就是单位名称 好 一 我刚刚做了哪些动作 我选这一个 我开一个新的资料表嘛 我现在想要去做各单位使用次数的一个统计 所以我开了一张新的资料表 新的报表 然后接下来二选这一个 三 我选他 他就直接放到纸里面 再接下来再拖曳这一个放到纸里面 只是要把它改成是技术的方式来去呈现 你就会做完这样一张报表了 然后请把它排序 第五个动作就点这个地方 点这个栏位名称 这个department的技术 记住哦 这是department name 这是department name的技术 好 请你们现在动手来去完成 就是查到说台北市万华曲工所 他是第一名 第二名是500 500次的观光局 假设我现在我把这张图我先复制贴上 然后去画一个直条图好了 好 请你们现在换一个角度来去思考一件事 因为目前哦 有另外一种分析 另外什么分析呢 第一名跟第二名 你看这边的差距多大 是不是蛮大的 就是他跟他之间的一个下降 跟第二名跟第三名 是不是慢慢开始趋缓 因为斜率 这边的斜率是不是差 是不是很大 可是这边斜率是不是就变成这样子了 然后接下来这边是不是又越来越小 越来越小 好 这是什么意思呢 这样子一个梯度下降 梯度下降哦 也就是斜率的改变 值不值得我们来去做分析 如果说斜率的变化集中在某几个单位 像例如说 这个单位代表发文很多 好 那如果很多我们是不是请他就是说 请他们再做一个专属于他们自己的新闻公告 好 还有他发文的内容 新闻内容是什么 是不是值得我们来去思考一下 为什么一个单位 例如说好了 你要是说万华屈公所 他两年就需要发到700折的新闻 那请问那换另外一个屈公所 为什么他没有发到700折 甚至600折都没有 500折也没有 为什么 例如说在这边有一个叫做文山屈公所也蛮高的 那是不是在前三名里面就两个区公所 是不是说区公所有更多的这个发新闻的一个需求 这都值得我们再去探讨这些议题 好 例如说新闻公告的一个发文需求 好 所以这个梯度 甚至还有就是透过什么梯度下降这种邪律的变化 然后的人工智慧 来去分析那个行为的差别 请各位稍微参考一下